棺材屋你听说过吗? 在香港有这样一句话 我还没死就住进了棺材 60岁的香港老伯达叔 一开始还不理解这个词汇 直到他亲眼目睹了上铺室有半夜猝死在床上 看着只有三平米的出租物 达叔对棺材屋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香港还有多大25万人住在这种 人均只有3.78平米的房间 这位妈妈叫少玲 是一名家庭主妇 一家四口的担子 全靠丈夫当保安每月一万多元的收入来维持 趁着女儿上学的时间 少玲带着儿子来到菜市场买了一点排骨和番茄 她选择这倒菜的主要原因是油烟不多 因为家里没有油烟机 房间也很小 一旦油烟起来 整个房间都会被笼罩 其实少玲平时很少去买菜 主要是在食物银行领取免费的食物 平时还会去社区领取超市的面包券或者优惠券等 刚才去买番茄是因为领的番茄不新鲜 而且可以顺道买一些肉 少玲13岁的时候 跟着妈妈来到香港和爸爸团聚 22岁结婚后 八年来住过三间汤房 现在住的一间是最大的一次 接近十平米 房间小了 空间利用率也就提高了 做饭的地方是在洗衣机上 电子炉和电饭包是仅有的做饭工具 每次做饭都是全身汗 油烟直冲到少玲的脸上 让他很不舒服 皮肤也加速老化 同时油烟无法排除 会让屋内和床部变得潮湿和难闻 少玲做好饭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清理湿润的地板 做完饭后 丈夫也刚好下班回家 吃饭用的饭桌是姐姐的小书桌 一家四口挤在狭小的过道 原本刚搬进来的时候是没有餐桌的 但是丈夫却觉得不管家有多小 都要留一个位置放桌子吃饭 这样才有家的感觉 就扔掉了大床换成了小床 勉强能放下一张桌子 够一家四口吃饭 刚开始一家人也很不喜欢 每天都会摔碎东西 可无奈收入决定了一切 夫妻俩都是三十岁 身边不少年轻朋友和他们一样 租住汤房 他们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住上公租房 香港现金的房价几乎等于居民平均收入的二十倍 公租房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但他已经等了五年了 不知还要等多久 和少林相比 但今妈妈啊啊的处境更加艰难 你有没有试过在厕所吃饭 发出这句灵魂拷问的 是三十岁的越南籍女工 十几年前由越南嫁到香港 三年前离婚后和另一个男人生了一个女儿 然而男友却因为经济问题不想养孩子 所以现在母女两相依为命 由于带着孩子 仅租住一个小小床位不太现实 于是 他们选择了月租大约四千港币的汤房 面积大概七平方米 床位直对着厕所 没有多余的空间 想要煮饭只有在厕所 除了宅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通风 仅仅是煮面 都会有大量雾气汇集 细菌混合着雾气满天飞 吸附在墙壁上 很容易滴到碗里 女儿常常因为空间狭小壮的满身都是瘀青 只是简单地铺开桌子吃饭 都要反复挪一几次 因为以上原因 阿娥很少在家做饭 嘴多都是煮面和稀饭 其余时间都是在外面买便宜的快餐 然后到公园吃 遇到大风大雨就在快餐店吃 只是价格会贵一倍 她也带过女儿去朋友家吃饭 她很羡慕别人可以认认真真地为孩子做一顿饭 不是因为别人家大 而是那样会有家的味道 条件虽然艰苦 但阿娥对女儿的爱情没少半分 55岁的老高也是同样的想法 只不过她以前有车有房 算得上小康家庭 可不巧遇到了香港97年的金融危机 房车全部拿去抵债了 现在带着妻子和9岁的儿子住在5平米的房间 家庭的变故并没有打垮她 虽然没钱 但是靠着双手让一家人吃上了饭 每天工作长达15个小时 因为平时忙于工作 很少和家人吃饭 冬至这天 趁着工作的餐厅有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她买了白切鸡和一些素菜 其忙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过节 相比于阿娥 老高家有做饭的地方 只不过是三家人公用的 做饭都要排队或者错开时间 好在经过多年的相处 有了一定的默契 吃饭的时候 妻子和儿子就坐在床上 儿子很懂事 知道心疼老高 可越这样老高越愧疚 一家三口生活在不足5平米的房间 无论是吃饭睡觉都在这 三人也只能挤一张床 孩子小的时候还不用在意 可现在儿子已经9岁了 年纪越来越大 三人睡一张床也不再合适 他努力工作的原因就是不想孩子再受这份苦 每天都感觉生活在牢笼里 连饭身都很难做到 老高努力工作的同时 还在申请公租房 他只想给孩子一个宽敞明亮的环境 在香港等公租房是所有困难家庭 黑暗中唯一的光亮 老高的妻子有时会带着儿子 去社区厨房和其他邻居一起做饭 那里宽敞明亮 可以免费使用 有时会提供部分食材给困难家庭使用 邻居们可以一起做饭吃饭 书发平时居住在狭小空间的压力 空间大一点 我早住小的好一点 老高妻子很喜欢这种氛围 跟处境相同的邻居聊天 大家都能明白对方的难处 老高时常感到自责 家里唯一的桌子 当饭桌的同时也是书桌 还方便收纳 日益飙升的楼价和租金 如果等不到公租房 他们理想的居住环境只会越来越远